爱妃今晚是我们的洞华花笛 我是写凤凰 我的命运就是写 写债写还 今夜我就代表我母亲凤凰神女 和被你灭绝的败鸟族泉族 向你讨还写债来的 天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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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魔被杀了 你们快逃吧 谁杀了天魔 谁杀了天魔 血凤凰杀的 是血凤凰杀的 你们快逃 放开我 快逃吧 快放开我 赶快 我守孙子 无力救 只好用我的真气壮大看 看能不能把你放出来 快 快 拜托 军师 天魔被杀必然会释放中好的驱俏 我求你救救我儿子 让他的元神返回驱俏 我求求你 我尽你救世 军师 想不到你的元神也是如此的邪恶 天魔已死 所有的元神就剩下我一个可以逃出这个地窟 你们其他的都得留下 屏幕 娜 战 尔 沙 快走 快走 慢着 铁鸥将军呢 天魔是不是出事了 我也不太清楚 总之取写凤凰是很冒险的事 天魔预料换过公子 会带着小强盗们和巴士兄妹来接写凤凰 所以布下了天罗帝王 好让他们自投罗网 且慢 万一天魔被杀了 祭司问这话是何用意 你们不是很希望天魔被除掉吗 天魔对于还有利用价值的人都会保留着 可是祭司就不同了 祭司是个分流无亲的人 就算是还有利用价值的人 或者是在爱的人 一旦你掌握了生杀大权之后 你都会把他杀了 所以我们还是拥护天魔为妙 铁鸥 你不是一再的鼓动我为女王的吗 属下我们都想通了 如果我们勇力祭司为王 你第一个要杀的 说不定就是我 你猜对了 一旦我拥有了生杀大权之后 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 快点 迟了 怕救不了血冒火了 快 你换过公子那个傻瓜 带着救邪魔王的那匹义勇军来 就会被决入这个天王之中万劫不复了 你这个丑啊 卧错 邪恶的怪物 你杀了我吧 娘 我对不起你 我没有办法完成你交付给我的使命 唯有意思 爺邪娘在天之灵 终好 永别了 今生不能先生 来世再见夫妻 你杀了我吧 我 你杀了你杀了 那这什么东西啊 大家快手拉手 莫急莫慌莫害怕 我才不要跟他拉呢 我也会被捡进去的 这是天魔所设下的地狱门 要对付天魔 就要用人类至高无上的美德 去打败他 快 大家手拉手 团结一心 集合所有的真气 去驱散那个魔头 快 大家聚集真气 为什么 他会被我们打败呢 天魔最怕的就是人类真正的感情 刚刚我们团结一心 所以才打败了他 我不杀你 为什么 把这个解毒株吞下来 你为什么不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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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这里是画外之地 空中魔宫 消荡在虚无缥缈之中 任何人都不能进来 除了泥舞 爱妃 你就安心的住在这里 跟我共携别手 放我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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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 天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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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 你是死是活 所有阴间的鬼魂都听了 告诉我 天魔是死是活 是你 你来做什么 什么女 写凤凰 写凤凰 他现在正跟天魔 新婚燕耳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我带来你的一个朋友来 你告诉他写凤凰在哪里 快去吧 城主 中豪在哪里 你要知道 沈无女 我们回来救写凤凰 是为了完成复国大业 你们在这儿谈吧 我到外面等着 写凤凰 写凤凰跟天魔同归于尽了 什么 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 你骗我们 这种事 我怎么会骗你们 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整座天魔城变成这个样子 天魔死了 天魔死了 喜伯皇也死了 天魔死了 真的吗? 你还是独独钟情于他 喜伯皇死了 这下我哥哥要伤心死了 我要去告诉焕伯公子 还有阿红 还有其他的人 说天魔已经死了 我真不敢相信 我真不敢相信 这下子 我们连火鸟弓都不用练了 且慢 铁油跟福叶 随时伺机叛遍篡位 你可得要多加小心 公主 麻烦你先回避一下 我有事 要跟城主商量商量 好 好 城主 欢迎你回天魔城 天魔城 天魔城的子民都需要你 不 天魔死了 我回天魔城的任务也结束了 我要离开这里 我要永远离开这里 如果你走了 谁来捅你这个天魔城呢 那不管我的事 你想要叫我当城主 无非是想要我回到你身边 你必须知道 你必须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 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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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魔诡计多端 我想此事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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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吧 幻博公子 幻博公子 鼻博 幻博公子 鼻博 嘟嘟 鼻博 姐凤凰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们是怎么找来的 这到底什么地方呢 鼻博 这是天魔的地狱魔宫 位于地狱和人世间的另一个空间 我和嘟嘟借由阴间的力量 开启了通往这魔宫通路的大门 一路通过了许多魔阵 终于进入这里 鼻博 鼻博 我中创了天魔 但是我杀不死他 此刻他在哪里 他原本要杀我 却又放了我 忽然间就不见了 他为何要放你生路呢 他 他说要跟我共邪白首 鼻博 鼻博 我本来要毒杀他的 却被他识破 逼我饮下的毒酒 却又拿解毒珠救了我 他可是爱上你了 可是 他是天魔呀 虽然他借用了忠豪的形体 但是他还是个大魔头啊 他杀人无数 誓血成性 他心中怎么会有爱呢 魔界之人 罪积感情和人性 但是 依我看来 自从天魔封你为凤妃 软禁宫中之后 和你朝夕相处 天魔便不知不觉受你感化 破了禁忌 见露人性 这正是正道之士 转败为胜的一大转机啊 但是 天魔一日不死 正道之士一日不得太平啊 不然 我曾经说过 天魔洞悉人性 他一再用人性的弱点 打击正道之士 让你们不能永远团结一心 所以 纵使你们使出再厉害的武功法术 都没办法杀掉他 因此 既然各种武功法术 都没办法对付他 你们就要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反过来 以人性制服他 缓伯公子的意思是 请血凤凰留下来 没有人能够制服得了天魔 除了你 血凤凰 你最厉害的武器 就是爱星 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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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缓伯公子 救出忠豪的元神 眼前天魔 必不会释放忠豪的取巧 就算救出忠豪的元神 也必成为无主的幽魂 血凤凰不必焦虑 请静候时机 鼻孔 为了富国大业 血凤凰忍辱负重 绝无怨言 请缓伯公子放心 好 那就预祝血凤凰早日成功 鼻孔 鼻孔 都督 都督 你一定要保护他们 鼻孔 鼻孔 走吧 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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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叫你不要走的吗 你为什么要走呢 鼻孔 我们在这儿也没事了 我们头头不在 武功秘笈又藏在窝子里面 不知道那个铁鸥跟福叶 什么时候又会来攻打我们呢 你们有都督 有布老翁 还有换波公子 还有你们这些哥们保护着 根本不需要我 我们窝子里面需要一个大男人 都督他根本不是人 换波公子跟花蝴蝶一样 还有那个不老翁 不老不小的 我就看不出来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个男人 还有我们窝子里 你看 哪一个像男的 天魔已经死了 窝子里应该算是太平了 我留着也没意思 天魔虽然已经死了 可是我们头头下落还不明 而且天魔的爪牙都还活着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有个预感 我总觉得 天下没有这么容易就太平了 承蒙姑娘厚爱 在下无限感激 只是在下已经万念俱灰 我知道 你是因为血风滑死了 才万念俱灰的 你们男人真没出血 你应该不会出家当和尚吧 我们头头不在 我就是当家的 主人没有同意 你赶紧走吗 不要拦我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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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放在眼里 你 等一等 黄伯公子 黄伯公子 在下已知天魔和血凤凰为死 血凤凰没死 鼻子 鼻子 那真是个好消息 鼻子 天魔没死 真是个天堂的坏消息 天魔正以血凤凰进行澄清 天魔受血凤凰感化 见入人性 邪终将不胜正 故而在下令血凤凰继续留在魔宫中 以人性感化天魔归于正道 鼻子 黄伯公子 你不能那么做 鼻子 你怎么能命令血凤凰留在天魔身边 你会害死他 你给我把他救回来 你听见没有 你听见没有 把他救回来 你没有资格这么做 你以为你是谁 你没有资格决定别人的命运 你们统统下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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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还是比我哥哥聪明 知道什么东西比较实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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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是不是 我哥哥弃你而去 扶爷铁鸥 环似在你身旁 就算你自命为王 掌握大权 你终究 不过是一个孤零零的女人 不知道哪一天 就被人杀了 取而代之 你想说些什么 你们曾经由我为王 虽然 我只是你们的傀儡 可是 在我那段为王的日子里 至少证明了我的能力 你是想跟我争权 我听见 我听见你跟我哥哥的谈话 既然我哥哥执意放弃王位 你何不与我共同统领着天魔城 况且我们两个人的力量加起来 难道对付不了福野和铁鸥 难道对付不了福野和铁鸥吗 我知道火鸟族有本千年武功秘籍 被强盟 被强盗们拿去了 现在正藏在强盗窝里 但是 一定会被福野跟铁鸥抢走的 你的意思是 我们先抢到那本秘籍 我们两个女人的力量 终究是太薄弱了 如果我们能练成了盖世的武功 就算天魔在世 我们也不怕了 好 我负责帮你抢到那本秘籍